林雨申因在电视剧《我喜欢你》 中饰演的霸道吃货总裁路径而深入人心 挑剔又龟毛冷酷又机智霸道又宠妻 捕获了大批粉丝的少女心 下面戏说小编就来聊一聊林雨申自火电视剧 除了《媳妇的美好时代》 《守望的天空》 《我喜欢你》 《荣归》 《花开扮下》 《江城警示》 《独生子》 你还知道哪些林雨申主演的电视剧呢? 林雨申电视剧盘点一《媳妇的美好时代》 《媳妇的美好时代》是通过描写两家人之间家长里短的家庭故事 探讨了当代都市家庭的婆媳关系 以及拥有新式婚恋关的 80后试婚年轻人的婚姻故事 该剧豆瓣评分高达8.1北京卫视 首播清点的播出收视率达到4.02% 超出很多电视剧的收视率 二 守望的天空 守望的天空是由陆江指导 李清林雨申领先主演 以《孤独症》作为整部作品的中心议题的电视剧 也是首次将对《孤独症》人群的了解与关爱推向了公众 受到了不少人的关注 林雨申在剧中饰演莫里一个虽然到了男人的年纪 但思维心智都尚未完全成熟的男孩 三 我喜欢你 都市甜宠剧《我喜欢你》 是由蓝白色的小说《终于等到你改编》 讲述了林雨申饰演的《独蛇吃货总裁》 陆金与赵露丝饰演的女厨师顾盛南 在美食与爱的双重魔力下最终相爱 收获美满幸福的故事 这部剧太甜太上头了 得着屏幕观众们的少女心仿佛都快要掉出来了 该剧豆瓣评分6.9 还获得了腾讯视频星光大赏 2020年年度观众选择剧奖 绝对是林雨申最好看的电视剧《妥妥的下饭神剧》 《四荣归》 《荣归》这部剧是一部很有意义的电视剧 讲述了在香港回归十年中 分隔在内地与香港的两兄弟的 大家庭在时代风云变幻中的变迁故事 在豆瓣的评分高达8.3 在这部剧中林雨申饰演的是冷静沉着 个性自负的古式独狼李明杰 该剧可以说是林雨申演过的 所有电视剧最好看的一部了 他用细腻的演技 将李明杰的人物特征饰演得非常生动 虽不是主角但是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所以深受观众喜欢《五花开半夏》 林雨申主演的电视剧《花开半夏》 改编自《九夜灰》所著的同名小说 该剧主要讲述了魏如峰和 夏如画兄妹两人的爱情悲剧 豆瓣评分7.1 全国网收视率为0.64% 这部都市言情剧由林雨申与李清合作主演 他在剧中饰演气质桀不逊 对爱深情守护的男主角魏如峰 这个人角色受到不少观众喜爱 他也因此而备受关注 六江城警示 江城警示该剧以公安系统一级阴谋 扬州市公安局社区民警陈仙妍的事迹为原型 讲述了基层民警如何帮助老百姓解决如广产舞 空巢老人社区养老等问题的故事 该剧豆瓣评分6.7 林雨申在剧中饰演男主角杨仙 一个长相平平爱平嘴很热情表面欢乐 骨子里却刻劲直手的社区警察七度生子 林雨申的哪部电视剧好看 林雨申主演的电视剧《独生子就不错》豆瓣评分6.5 林雨申在剧中饰演男主李奥是位年轻帅气的压抑 像所有的独生子女一样 从小在关爱下长大 从未感受到真正的困难 可是等到自己成家立业 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却突然从四面八方拥来 是现实生活中一员的缩影 该剧可以说是对80后最真实的生存困境全面而深刻的解读 不仅获得了第一代独生子女群体的同感 也引发了更多正在或者即将 面对相同状况的观众的反响 八卧底归来 卧底归来该剧取材自中国缉毒警察的真实案例 来源于38个真实故事 讲述了缉毒卧底出生入死的惊险故事 这部电视剧的爱奇艺播放量有十亿之高 老戏骨也是演技爆棚 微博掀起了全民期待第二部的呼声 可见观众们对这部剧的喜爱 该剧是林雨申主演的电视剧之一 他在剧中饰演宝玉这个角色 演技也是非常炸裂的豆瓣评分6.39《倚天屠龙记》 《倚天屠龙记》该剧根据金庸同名武侠小说改编 讲述了以张无忌的成长为线索 江湖上的各邦各派各种人物恩怨情仇的故事 该剧豆瓣评分5.8 林雨申在剧中饰演杨潇 是名叫逍遥二仙之一光明作识者 要貌俊雅为人孤傲果敢 无意超群文桃武略样样精通不但机智多谋 博学多才更见识着超才对身貌是好好生活 好好生活是由陈明璋陈世义指导 林雨申蔡文静领先主演 邹廷薇江炎主演的《都市欢托之欲》清喜剧 该剧主要讲述了无忧领政 当天因为车祸放了男友个子 男友分手出国无忧伤心激情工作 却与大魔王和西亚擦出火花 两人斗智斗勇成为欢喜冤嫁的故事